我回来了 桃桃 你这好不容易把人家女生追到手了 你得请人家去高级餐厅吃饭呀 怎么也得是日料法餐什么的 那才浪漫 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教别人如何如何浪漫的人 是我的直男老公 坐吧 老板 两盒炒面 原来是在这儿约会呀 早知道我就穿得随意一点了 这盒炒面很好吃的 不然你以为我要请你吃什么呀 咱俩第一次约会 我以为你会带我吃西餐什么的 主要是我也不怎么吃炒面 我就是个直男 也不知道你们女生喜欢吃什么 那这样吧 下次 下次我带你吃好吃的 这女孩都爱说反话 不要就是要 没有就是咬 不生气就是真生气了 你得赶紧哄 我说不要你还是真不给我买呀 今天我生日 结果那一束光是没说的 那你都说了你不要 而且你不是说你没生气吗 你是真的没看出来还是装傻 我明明就很生气呀 哎呀 要不人家都说我是直男呐 我对这些节日纪念日什么的 一点都不敏感 也猜不透你们女人的心思 你就别生气了 这服了你个大直男 啊 也难怪你女朋友情绪不太好 无可跟你说 这女生来事的时候是最需要我们好好爱护的 你得多给她备点暖宝宝 再买点她喜欢吃的小甜品 你怎么才回来呀 这么多品种我愣是在那找了半天 你为什么想要这款 这个牌子我用好久了 是你自己不伤心记不住吧 我这个钢铁直男 能懂你们女生那么多讲究 行了 就知道你不往心里借 以后还是自己去卖 还是老婆善解人意 我 我那都是装的 你不知道装直男有多省事 不用花钱搞浪漫 回家也不用当孙子 平时犯了错 一去直男立马就能堵住他的嘴 就刚才他让我陪他去买菜 我说我直男不会挑菜 他还就真不让我去了 一会他回来还得给我做饭吃 我就舒舒服服躺平 别提多轻松了 你来不了 你演技没我好 那你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 逗逗 你回来了 我这跟孟龙瞎聊的 真没想到 我一直以为我嫁了个直男 顶多苦点累点 起码你还是真心爱我的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自己嫁了个狼心狗肺的骗子 一直以苍蝇一样恶心 也不健脾 我才是你的 令他死定了 你怎么去了 ��思des 从